我和那老板的中俄混血小宝宝会长啥样呢 大伙看看这个叫撒尿克的小宝宝 跟那老板长得像不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那老板最近一直走在吃胖的路上 咱也不知道他吃那碗上好不好吃 反正得给嘴添的满满登登的 就连着去年过8月15 剩下的月饼他都不放过 切完了就给姥姥姥爷分了 咱也不知道这碗上保质期有多长 姥姥咬了一口表示还挺香 和那老板结婚也将近一年了 这傻姑娘的体重从最初的95斤 硬是标到了现在的106斤 看来这中餐是养人呢 其实这是全家人下的一盘大棋 只有这傻姑娘自己还被蒙在鼓里 因为以那老板的身高 还差4斤就达标了 其实是全家人商量好的 在咱们那是怀孕了以后使劲吃 为了保证母亲对胎儿的营养 但是俄罗斯人认为是在怀孕之前先吃 所以爱吃中餐的那老板 想吃鸡蛋糕了 咱就给蒸 想吃饺子了 我不会包 就给煮点冻饺子吃 想吃甜食了 咱就整点的去年剩下的月饼 主要那老板对这中华美食 那是真不挑啊 只要是中餐 那啥都行 为这姥姥在家里 还特意给我设了一个中餐调料专区 就是为了方便我给他孙女做饭 但是经过这一年多的努力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一家人发现 每个人的体重都在飙升 反而体重长得最少的是那老板 长得最多的却是磨人精老丈母娘 直接控制不住了 这姥姥还问我 为啥给他姑娘喂这么胖 他孙女反而没胖起来 老爷更狠 说你的磨人精老丈母娘再胖 摄像头就装不下他了 这一家人发现计划破产 于是把实话说了出来 这给没长胖几斤的那老板狂完了 还对磨人精老丈母娘说 要想生你就自己生 这就是那老板的心声 希望无论是俄罗斯还是祖国的亲人朋友们 都不要再为生娃的事操心了 等回国后举行完婚礼 我俩就把这个事提上日程 啥也不说了 喝多了不想家 把夜喝里